大家好 今天因为初见老师在路上 所以稍微晚了一点 这两天因为外出 去了这个遗租地区 所以这两天没有 跟大家 一起探讨 那么这两天 外出部分跟我今天晚上 谈到的话题有关 那么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 这个坚持 PT的具体内容 无需我谈 也没什么好谈 DCEP同样 DCEP也同样 我们都等 这个开学 和这个两会 那么 我以前讲过了 我没有任何这个消息 我们一切都来源于我们对 各种 信息 的这个 收集 剖析 和思考 而且我所讲的 仅仅是我自己的观点 和看法 目的很简单 是我们一起 去学习 探讨一种更便于 去分析判断事物的方法 因为以后我们要面对的世界 我们要面对的市场 我们要面对的局面 可能都是陌生的 甚至 会有很多 我们无法预知的 勾 勾 啊 我们也不叫坑了啊 那么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 训练出一种比较 正密的思维 从 这个 蛛丝马迹 和 松云变幻中 去获取自己需要获取的信息 这个趋吉 避凶 今天很多朋友 这个 哎 这我哈 那么因为今天我转了一个 那个 前两天 武汉的那个律师所的那个主任 实际的 向这个 中级人民法院 提交了 对美国政府 以及相关机构的起诉书 非常赞赏 非常支持 这是非常好的手段 那 美国人可以用美国的国内法律 起诉中国政府 并且索赔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的法律去起诉美国政府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 我在他起诉这个事情之前的探讨里面 提到过 因为我们的家人都还在一个熬煎和痛苦的这个坚持过程中 这个事也不急在这么一时半会儿 所以我们等开网以后 我们要轰轰烈烈送给美国政客们一个一份大礼啊 至于最后是否成功判决不重要 是否得到这个赔偿更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法去参与世界法律的游戏 用中国北方人的话讲 用猪衰炮打人 不疼 也用气去葬人 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污名化 就像现在美国人搞的索赔一样 就是把 已经发生的 疫情 作为战争 行为来对待 也就是战败国 需要赔偿 污名化的背后 也是 争刀石枪的 战争 为什么我说开网以后我一定会 组织 我们 还不在国内 我要到 海洋法庭去 我要到美国法庭去起诉 让他们看看中国有千万人百万人签名 我们要提供证据太容易了 每个人把自己最近的一切委屈 都变成我们诉讼的诉求 好了 我们这个话题就过了 啊 我们今天 还是 世界热点啊 我在和大家分享前等这个初见老师的时候 看了一篇 看了一篇那个帖 是英国的一个记者 在意大利 采访的 那真正是叫做 人间惨剧啊 人间惨剧啊 大概内容 内容就是 那一个证 每天 因为新 这个冠状病毒肺炎去世的病人 有三个 而当地的市政府的官员们告诉这个记者 冰藏服务机构 冰藏服务机构 每小时接到十个 要求冰藏服务的电话 他们都是还没有 得到救治 就已经去世的 病人 人间惨剧啊 且不谈 最后定案 源于什么 瘟疫就是瘟疫 它是人间的惨案 像使者 莫哀 愿他们安息 那么我们今天 还是我们 以前探讨中提到的 世界格局变化 那么 无疑的 现在看起来 疫情 作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催化剂 加速了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 也 更加加速了世界格局的重组 基齐会议上的 不统一 结论 已经揭示了这个结果 世界的改变 世界的改变 金融危机的提前来临 因为疫情 已经成了必然了 有人 跟我争论过 关于美国的强大 我们的不可撼动和战胜 以及 对美国的种种跪拜 以及 对中国的种种不屑 可惜他是个中华子孙 跟我争论的人是个中华子孙 他的论据非常直接 无可厚非 他讲到了美国的航空不见 讲到了美国的美元的强势 是 讲到了美股暴跌 在瞬间的反弹 更讲到了美元的奸停 这些都是事实啊 很准确 一切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 但是呢 事实上他讲的是 准确的啊 美股确实 近来表现很坚挺 甚至有上扬 这个 美国的 资本市场 这两天 好像也略有回弹 尤其在 这个昨天 但是呢 也产生了开盘 就长的这个态势 但是不幸的是 倒鼓半天收盘急跌 啊 当然总体略有 收羊啊 这是事实 那么这一切事实 背后呢 关于美元 目前走强的原因 呃 今天那个 呃 那个那个什么 朱大大啊 转过来的那个铁里边的那个 有一个叫马霞的老师啊 他已经讲得很透了 那个部分 我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已经 呃 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 重复 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我们也没有必要老在一个话题上去重复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奥巴马总统 在领 诺贝尔和和平奖的时候 会提到 美国总统有权下令 开战的三个理由 大家应该可能都记得啊 其中第三个 就是针对中国而设置的 当 有 人 挑战 以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的时候 总统有权 决定开战 这就是 这个提着叶虎在咱家门口吆火了 啊 呃 所以 从另一个角度讲 中美之间的 这个 争斗 已经 基本 无法回避了 当然 前提是 疫情结束以后 美国 还有能力 发起一场 直接挑战世界大国的战争 啊 我说的是 疫情结束以后 因为现在说实话 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 航空母舰 爬海里边 已经就成了那个 无数个公主号 之一了 美国的海外基地 也 也基本上 因为 这个 疫情 至少 是 暂时 没有能力 执行任务了 所以 在疫情 完结之后 如果美国 还有能力 我说的是 还有能力 这个都是未知数 啊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讲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在 在我们的外交人员的推特 这个 将了美国CDC军以后 特朗普总统 在回答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有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 我不知道大家 去仔细的 琢磨没有 我把这段文字 扶述给大家 扶述给大家 这是中文啊 这是中文的原文的屏幕翻译 我 中国 说 新冠病毒 可能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 其中他否认了 美国军人不会这样做 紧接着有一句 在我任期内 绝无可能 啊 就是如果说是美国军人 把这个病毒带到中国的 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内 是绝无可能的啊 注意注意这句话的前后啊 这句话太有意思了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可以去把这段视频找出来看啊 呃 这是我认为 特朗普先生 在 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的两句最重要的话 啊 其中 最后一句就是大家知道的 中国病毒啊 中国肺炎 就是 新冠病毒来自中国 我认为这两句话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和非常非常有含量的啊 他透露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尤其是在前面一句啊 尤其是在前面一句啊 在我认内 绝无可能 这句话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几个解读 第一 我没有叫他们做 啊 在我认内 绝无可能 那么 不在他的任内呢 他没有下令 而职能部门 处于 对美国权 权益至上 注意啊 而采取的爱国行动呢 比如 他们的 特殊权力机构 比如 像他们在 香港 在乌克兰等等 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出面 那么 注意啊 这不是特朗普总统 下令的 啊 那么也就说这件事情 按照总统的这句话 我没有叫他们做 这是我的理解啊 我没有叫他们做 因为我那天就讲了 这件事情 为什么 现在是焦点 无名的结果是要承担 第三 战败责任的 深化攻击 就等于是 战争 如果 如果 一旦 被他们把 这个 屎盆子 扣在了 中国头上 变成了 中国武汉的什么什么 那么 就是 就是 指我们 于水火之中 也就是 为什么我说 我们的诉求 非常简单 要让美国 给出交代 至于赔偿 能赔一千亿 那就更好 不能赔 我们要出气 美国不是很强吗 有很多人 逢美吗 神美吗 阴的阳的 我们都可以玩 民间我们 照样可以玩 我们 作为人 行使人的权利 美国不是讲人权吗 不是讲自由吗 我们 也来一次 人权自由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我相信 开网以后 我们的 家人里 有愿意和我一起 去干这些事的人 我们就在中国发起 亿万人签名 我们都向美国政府提出诉求 能够到这个白宫 去递交 那是最好的了 我们力争达成 我们不是有个东风快递吗 我们就来一个PT快递 我们就直达 我们又要让我们的诉求直达白宫 管他到时候是哪个 哪个谱啊 只要你是谱 我们就搞你 这是我的疏愿 也是我的心愿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国家不会退缩 我们作为国家的 一员 我们也不应该退缩 所以我给那位 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点赞 为他加油 开了一个好头 好 还是说我们的正事啊 一说起来就有气 有气就容易激动 他妈的这个美国鬼子跟我怎么就老是不对付啊 嗯 我也去过美国啊 不止三两次 我没有那些去旅游过一次两次的人 那么 我们 回归正题啊 那么多的崇拜啊 可能是见多了哈 就看见惯了 见惯了就不崇拜了 尤其 我站在 北宫 草坪前面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觉得呢 就是一个 那个墓园啊 林园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我看了 怎么看什么都是 那后来我想一个是别人的审美观 另外一个 那可能就是因为 屠杀印度安 印第安种族 冥冥中的一种 结果 因为我 我不能说我是这个算命的 或者看风水的 那个应该是更好的一种感觉 我反正站在那 就怎么看怎么 感觉那就是一个 豪华 林园的那种感觉 这这这不是我 那个心理变态啊 绝对没有 就是我的那种 实地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那种 那种 那种像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爆发 腹修的那种 这个超豪华林园 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 这个这个观点啊 这个做不得素的啊 仅仅是老到自己 那个感觉而已 我是在那 玩笑 全当玩笑 全当玩笑 这个 这个 呃 因为大家对这个疫情啊 使我们国家 采取了对武汉的封城 以及 对全国 这个配合国家政策 而采取的 居家隔离的这个 政策 必然的 必然的 会对 我们国家 所有的 国人 带来 非常大的冲击 也确实 实实在在的 会给社会带来冲击 而这个冲击 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 啊 作为我自己来想啊 从几个方面 来思考它 呃 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啊 我知道的好像我们 这个年龄结构呢 呃 是以七八九零后 呃 维图体啊 呃 六零以上的 群体 呃 人数相对 较少 这个五零以上的 就更少啊 但是呢 我们讲事情 分析问题 我们离不开 历史 也离不开 实实实在在 发生过的事情 发生过的事情 这个 七八年以前啊 大家可以去 查一下 那些资料 那么 那么七八年以前的中国 我们还生活在一种 非常 艰苦的年代 艰苦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 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 我们 我们 讲事情 分析问题 我们 离不开 也 历史 也离不开 实实实在在 发生过的事情 这个 七八年以前啊 大家可以去 查一下 那些资料 那么七八年以前的中国 我们还生活在一种 非常 艰苦的年代 艰苦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 甚至连 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入 更别提 发达国家和相对发达国家 八十年代那个老人画圈之前 我的印象里啊 他在画圈之前去了韩国 去了日本 去了印尼 去了马来 当时的内部讲话里边 老人的感触破身 因为七八年的日韩印尼马来 已经有了 七十年代的那次 世界性的经济腾飞了 那时候的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 确实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非常非常非常的 艰苦 非常非常的无赖 我这个地方不是污蔑 也不是 这个泄密啊 八九年我曾经在国外的几个 几个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馆里面 和他们有过一些 这个 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嘛 或者技术 技术的时间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使馆人员的 总况到什么程度呢 我是在欧洲国家的使馆啊 就中国 欧洲国家的使馆 具体那几个国家我就不提了 啊 他们是靠 在每天的伙食费里面 去神检 在未来 道使馆的人员 比如像我这种 所交的这个 生活费里面 去 叫做结余啊 叫火石尾子啊 这句话 可能你们都觉得很陌生啊 火石嘛大家可以理解嘛 火房的火食品的石 那个时候嘛叫火食团嘛 食堂 大家火食团嘛 火食尾子 尾是尾巴的尾 子嘛叫尔子的子啊 就是剩下的那一点火食费 简单的讲就这就这么简单了 剩下的一点火食费 因为他们的火食标准 国家按照不同的使馆等级 啊一类使馆二类使馆三类使馆啊 那么有这个火食标准 我也呃 我也不知道他们标准多少啊 我只告诉大家有这个事实 那么每个月的月尾 就是拨款 接算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时间 使馆的所有的在边的 因为使馆有几种啊 有有正式的比如说 参战啊大米二米三米啊 这个大使啊公使啊 诸如此类啊 就各种外交身份的 这叫在边的 还有一些是 边外的啊 那边外的肯定就没来待遇了 就在边的就根据每个月的 火食皆余 按人头 来分啊 就分这个火食结余的那个钱 那么 他们曾经带我 去 叫周末外出啊 那个时候真的 现在想想都挺可怜挺寒心的 外交官员啊 他们开着使馆的奔驰车啊 因为在欧洲嘛 然后我们到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当地的跳蚤市场 就买地条货啊 讲穿了就这个话 我不是污蔑啊 我是讲那个年代 我们艰苦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外交官员 也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 七八年的中国啊 我说的是八九年的中国啊 七八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而我们因为 有毛主席的少毛运动 为中国的庞大人口 奠定了一个全 几乎是全十字的 基础 而他们 完成任务回国以后 他们或者贪亲回国的时候 他们还是无比让 家人青铜们羡慕的 因为近 即使是地条货 那个时候中国都没见过 你说那个时候的差距有多大 那么 我们国家 在画 在老人画圈以后 我们有一个非常快的膨胀期 在前面的探探讨里边 我跟大家提 也分享过这个部分啊 就是正好那个时候 这个发达国家的工业 产能 过剩 外衣 于是我们就自然的 在那个机会点上 承结了西方 产能 或者叫过剩产能的外衣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外汇增长非常快啊 我记得改革开放没两年吧 我们的那个时候就 还是大标题的鸿头 这个报纸 人民日报就讲了我们的外汇储备过亿了啊 过万亿啊 那么从经济上来讲呢 嗯 嗯 就容易出现一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啊 这个现象叫什么呢 在金融里面叫 一负 一负 依靠的一 附属的附啊 那么当 国外的钱啊 国外的钱啊 尤其那个时候 我们叫 招商引资嘛 很多的外国投资 外国的这个 外资企业 享受超国民待遇 都跑中国来了 所以我们的储备增长非常快 那么增长非常快以后就容易出现一个现象 那么就什么现象 就容易形成一种叫 美元一负或者叫外汇一负 或者外储 啊 这样可能更准确 外储就是外汇储备的一负 为什么呢 就人民币的发钞 是 依据 美元 储备 来 恒定这个发钞的额度 那么这样 会 如果这样会成为一种什么现象呢 那么就会出现一种 使我们国家 的人民币 币值 极度的依赖于 储备货币 以及 由此 而形成的工业 状况 就是 极度一负外汇 一旦出现 外汇的 外贸不是外汇啊 外贸 对外贸易 一旦出现 国际 金融的 变动 外汇 外贸 外贸 就必然的 受到影响 而每当外贸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必然的引起 国内的经济通缩 就购买力下降了 所以 所以 当时 我们 那个时候的高层的自郎 就 对这个现象 提出了预警 因为在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 这个 这个 沙米尔阿明 他就有 这个 叫做 一负理论 他提出了金融的一负理论 那么 那么 当时我们的高层和我们高层自郎 预先的在我们国家外汇急速增加之前提出了 沙米尔阿明的一负理论 就是人民币不锚定外储 我们的人民币不锚定这个外汇储备的额度 那么 这一个 当时的决定 即使 让老百姓知道了 可能也没人去在意 但是正因为这样的决策 我们避免了无数次的通缩 因为这个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大到一定量以后 很容易的就造成实质性的锚定 这个是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 所谓的锚定就是外汇储备作为发行的依据了 这个我们就忽略不谈了 我讲了我也不是经济学专家 我们不讲经济学 我们只讲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在事情中去分析 去判断 去提炼我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提示大家而已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以快速的方式增加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风险的积累 或者叫累积 就风险的累积 那么大家也应该庆幸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 很多已经出生或即将出生的朋友们身上了 所以 在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末期 当发生东亚的经济 这个风暴的时候 是风暴的时候 好多人应该是那个年代的 大学生啊 76年 76年的时候 大家去查一下资料 呃 我们中国第一次 叫 高考扩招 高考扩招 就是大学 扩招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讲这个问题了 那个时候的大学到什么程度呢 是我们国家 在76年 96年以前 大学招生人数的 两倍 就三倍了 九七年的大学招生那一年 大概应该是在 六百多万到七百万的概念上吧 就是 一年招生六百多万到七百万 大家想想啊 现在的塞尔维亚 现在的丹麦 现在的挪威 也不过就这么一点人了 啊 那么我们 大学招生人数 就跟他们的 国民总人口 相当了 那至于 这么大的招生数量的利率 今天也不在我们的这个 探讨的范围内 我们今天谈的是 现象啊 以后有时间我们就来探讨 这个关于 这么大数 基数的人口 这个高等教育 的利和弊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有兴趣的时候 我们又来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 金融和国际这个 经济形势以及国际 这个金融危机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97年 也是国际金融变化 逼出来的 因为96年 97年发生了东亚的经 经济 这个危机 我们在那个年代是严重的 外贸依赖 就出口依赖 那么 又面临着那么大人口的高中毕业 就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实灵的就业问题 准确的讲 是高层把大学 作为了一个水库 去水池 把它作为去水池了 就是把这一部分市林的 就业人口 让他们继续留在学校 那么 让他们作为这个继续受教育的人口 那么这样呢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边 实际上我们 每一年都有 两三百万的人口 储蓄到了 再教育的 那个过程 那个群体里面 就是那个水库里面 那么好在呢 在这一次 危机过后 又迎来了一个发展期 于是这帮人又正好就赶上了 下一波 的这个 国际经济的发展周期 那么用很多经济 学家经常给你们提到的叫 一个术语 叫什么呢 叫逆周期 逆 逆行的那个逆 逆周期就是周期是 就是 按照一个规律 不断的在发生经济危机 然后这个经济危机呢 是周期性的爆发 周期性的度过 周期性的复苏 那么我们国家采取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 逆这个周期 而行 把我们这个周期 应该释放的人口 进一步的让他 在我们可以容纳的 这一个 承受范围内 继续进行教育 当下一个周期 出现的时候 我们释放这一部分人口 既有高质量的这个 这个工业化人才 又解决了 可能爆发的 士林人口 实业的问题 那么 在 这个进入 二零年代啊 也就是北京的 第一次 生物灾难 SARS 过后啊 我们的高层 在我们 这个外资 成为世界第一 落地的落地国啊 就是FDI的这个第一名 变成中国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高层 从战略上 意识到了 国家经济转型的危机 所以 所以中国 严格的讲是世界上 唯一的 一个 叫自觉 转型的国家 不是 把我们逼过去 也不是谁要求的 是我们自己 从 国家的 宏观层面 进行的 那么 这不是一次 我待会告诉大家 是 无数次 没有经过这些 实际势力的 呃 经历 参与 所以 不要在这儿 轻谈 对 什么 金融的了解 对国际 经济形势的了解 那是井底之蛙 啊 无知的 自知者啊 我们这样定位 那么在03年 我们国家提出了一个口号 那么当时也有很多人嘲笑 那么现在回过头 你们还敢笑吗 那个时候国家提出的什么呢 叫科学发展观 大家可以查啊 当时被无数的 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 嘲笑 嘲弄 啊 编段子 04年 提出了 和谐 啊 和谐 这个也是被无数人编段子 那么现在 大家到了今天回过头去看 那个时候 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外幕的过度依赖 外汇储备过高所形成的 危机 和危机压力 那个时候大家回过头简单想想就能想清楚了啊 外幕型加工型 外质占比极重 各省各地 各省各地 以招商引资为自豪 尤其是 尤其是 这个引到外资更自豪啊 这个叫这个 当政领导以外资的 企业的数量的多少 呃 呃 来这个标榜业绩 那甚至 出现了很多的 假外资 啊 就是为了充业绩嘛 啊 那么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付出的是 我们付出的是 世界第一污染大国 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 我们成了世界工业的 叫做 拉极段的生产工 以我们最有效的劳动力去从事别人最拉极的环节 环节 牺牲的是我们的资源 是我们的环境 是我们生存空间的被毁灭 毁坏啊 叫毁灭 所以 07年 06年 我们国家提出了 另一个新的 概念 大家也是 无比的嘲弄 无比的嘲笑啊 叫新农村建设 记得吗 这个应该在座的所有人都听过了 同时提出了 生态文明建设 也是被所谓的那些聪明人无比的嘲笑 无比的嘲弄 然后后又回过头来抱怨雾霾了 污染了 这些人都是极度的聪明 都极度的 有头脑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你站在广场上 总去设想别人五楼五楼六楼十楼九楼上面在干什么 那是你的异想 你没在那个高度 你就只 就算你垫了两块砖 你也仅仅是在广场上站在砖头上 你没在楼上 你不知道 所以我最反对的就是 身在潮莽易潮政 你没有这个眼界 也没有这个高度 你更不可能有这个认知 网谈 还炎然一副蛮有学识啊 你叫背书 知道吗? 你最多就背了几本书 书是什么? 是写书人过去的经验和总结 他能在娘肚子里写他六十年以后的书吗? 不可能 他写的书是他这一辈子所达到高度 总结的他没到这个高度的认知和认识 就是 以及到了这个高度以后的一些思考而已 所以不要认为读了几本书就是知识分子了 那叫十字分子 知和石是两个东西 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啊 这个新农村应该是12年哈 17年还是18年 17年 呃,当时我们的习主席已经 呃,这个 这个李顺的国内了 很多人那个时候也是编段子啊 比如说习主席不抓经济 新农村是经济啊 为什么是经济 你们自己查 我省得给你们当这个小学老师了 17年提出的叫乡村整心 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整心乡村经济 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国家有个问题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13年14年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13年14年吧 就是美国就是进入了这个 呃,去这个QE的这个 呃,状态啊 就是08年缓不进来了 在无限宽松以后 在1314年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州区 就叫做去这个QE 就是他不再发钞票了 开始这个 控制钞票 总量 然后呢,就逐步的去加息 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高层提出了 供给策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这个词吧 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尤其是工业供给策 尤其是工业供给策 但是也是 我身边很多人 就在这个 以自己的智慧啊 这个去编排这个所谓的供给策 怎么怎么的啊 当然现在很庆幸 大家都因为这个无数次的危机 无数次的这个 呃,现实啊 尤其是这个传统经济的无比 不好做了以后 大家开始关注经济学了啊 也开始学经济了 好事情 所以现在大家再回头看看 什么叫供给策 因为当美国去QE以后 必然的就会在世界经济中出现一个反应 或者叫一种现象 就是什么呢 原料市场下降了 外需下降了 所以我们国家是提前的 在去QE之前 就开始研究 供给策 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转型 经济的转型 但是无可回避啊 我们国家的经济 和工业能力 以及我们的金融能力 发展的速度 十分的惊人 那也就是快嘛 那么快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结构性矛盾的积累 结构性矛盾的积累 结构性矛盾的尖锐 那么好在呢 这就是大国的好处啊 在那一次过程中 我们启动的 基建 那就是大家熟悉的房地产啊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十几年都是靠房地产 在拉动 在拉动 那么也有很多人自以为聪明 对房地产进行各种各样的诋毁啊 那是国际金融周期规避 这一次 这一次 也 由各个地区 用不同的方法 提出了 基建拉动 那么好在 我们 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 结合现在的 科学技术的部分 结合现在的 已经发展的 工业能力部分 提出的叫 新经济 新基建 但是不管新基建 旧基建 也是以内需市场 的空间 来拉动 那么实际上要 完成的就是什么呢 带动就业 就拉动就业 但是 这也只能是一个短周期 我们的空间 大家都知道 高铁 中国第一 高速 港口 中国第一 很多很多的这种基础 关键性基础 我们都是第一 所以空间 也是有限的了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 为什么这两天我们会往 山区 往 这个 偏远地区去 的原因 也给大家透个线 实际上我们也是在 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观察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 毕竟 前面的 这一段高速发展 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 作为主旋旅 那么当国家提出新农村和振兴农村 经济 以至于后来 习主席提出的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这不是口号 很多人把这个当成口号来嘲笑 这真不是口号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中国 在农村 还有极大的资源 还有极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而仅仅是 配套政策 和配套导向 为什么说 预判 也是财富呢 我想 两会 过后 国家会有 很多 经济和结构性调整的政策 相继出台 而我预判 国家的 结构性和经济性调整 一定会涉及到 农村 未来发展的部分 实际上 实际上 在前几年 中国的聪明前 已经在 已经在开始 关注并进入 到农村的这个 市场和机会里面去了 比如说 各地的 以 医养 康复 为 这个主要表现方式的 这个规模外 在 经济体 的投资转向 以及 民宿 和旧宅院改造的 个体资本市 个体资本的 农村市场介入 这是中国的 一批出名 出名前 因为在未来的 这个国家的 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这个过程中 规模以下的 经济 形态 这个消费比 不符合 大规模的 现代工业化的 那么必然的 就有无数的 落后产能 落后形态 落后产业 要被 淘汰 置坏 那么 这些被淘汰 置换的 资本 劳动力 往哪里去 那么我想 下一步 农村的 资源型的 规模化的 投资机会 就是给这一部分 人 劳动力和资本 最好的 这个空间 当然肯定需要 各种政策的配套 调整 法规的配套 调整啊 今天这个不在我们的 这个范围内 很多人 在春节前后 一直到目前 乃至后面的两三个月里面 会有无比的情绪 也有无比的怨恨 那么大家最喜欢骂的就是共产党 最喜欢骂的就是中国制度 因为都认为中国领导人不懂经济 不会搞经济 中国领导人如果不懂经济 不会搞经济 中国能在短短的七十年 在美国的重重盘剥下 走到今天 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想问题啊 不要用脚指头 手指头想 一定要用自己的 真正的那个头去想 不要看过几个段子 看过几篇文章 就认为自己就是专家了 啊 就是权威了 我以前的探讨里面讲到过 我们的教育体系 由于受西方规则的 我们的 束编 我们的人才培养 把我们的人才局限成 调形的了 我们的 族人 都有足够的智商 都有聪明的基因 但是因为 我们以前的教学 教育方法 教育模式 教育体制 智库了我们 这不赖 不赖这些人啊 是这一些形成的 所以 大家都习惯的是用 调性的线性的方法 在思考问题 但是呢 由于中国人都聪明 姿势很高 是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政见 我们各种各样的政论 我们各种各样的调侃 就无比重 没有错啊 我还是有句话 我不评判优劣 我们只谈现象 所以今天也有 朋友 和我一起探讨 他们 的这个 朋友以及团队 遇到的困难困境 我就说 等我今天晚上 跟大家一起探讨完了以后 明天再找时间和我 讨论啊 因为现在严格的讲 各行各业 从马云开始啊 什么淘宝也好 拼多多也好 什么 种种什么滴滴也好 什么什么什么也好啊 无数的 互联网时代的 金融模式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结构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行为习惯 已经改变了市场的业态 那么 凡是现在 经营 经营的 无比艰苦 无比 难受的 那么 最好仔细想想 你的行业 在 现在的经济业态中 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不要被淘汰 而主动的去 在健全的时候去转型 我说健全就不要被砍了 胳膊砍了腿 再逼着自己还是得去转型 那没办法的是啊 对不对 有人跟我讲了 到现在为止 成都 倒闭的企业 全国第一 我们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查工商部门的 这个数据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说法准确的 但是 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呢 我们不要用用这个统计 也不要去用这个学术啊 我们就用眼睛 那我想成都 这个倒闭最多的数量里边 不外乎 麻将馆 茶铺 洗脚房 按摩店 以及相关的 类似的 还有就是街边电 传统的过时的电商 还在延续的 总行箱 分销 等等 那么你已经是被淘汰的业台了 你抱着他干什么呢 这种店铺再多 与国家总体经济 有多大的作用 那叫耗散型经济 淘汰型业态 淘汰型行业 抱着他有用吗 我们离开成都 哪一个小乡镇 哪一个小 小人口聚集 聚集区 这种传统业态 以后会 漫贯过去的地方 都开业了 都有生意了 那是一个广阔的空间 我都讲到那些搞民宿的 改造老宅院的 搞什么抱团养老的 搞什么养 康养恢复的 啊 搞什么集资建康养中心的 那时都是出名钱 真的 大家冷静下来去想 他们提前转型了 当大家都涌入的时候 他们又该传花了 那是真聪明 那就是小资本的趋势把握 我们不能抱团 哪怕你就是年 在PT里边收益 能有千万 在未来的中国金融格局里边 你也是小资本 没办法 总量上去了 唯一的抱团 进入到新的通政金融 新的业态里边去 抱团 把过于 把我们国家过剩的产能产品 借助国家 DCEP 向外的机会 随传出害 但是那 都不是单打独斗 能够完成的 那么单打独斗要完成 大家两会以后多看文件 多看报 我想 国家会对农村经济 农村新的 整新的方向 有指导性的意见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人口的密度 都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那么留下来的呢 就一定是空间 空间 就是机会 这是我 个人的意见啊 不代表用那个 什么博士的 那个套话讲 就是 不 不构成投资建议啊 投资有风险 如是需谨慎啊 这是我们博士搞的啊 借用他这句话 这是个人观点 不具备投资指导性 而仅仅是跟大家探讨方法 好了 我们 这一段 我们讲的是我们国家的 经济 形势和经济业态 那么 我们国家不可能 单独的 是我们的这个国家 游利于世界经济的这个整体 以外 所以在这两天 外出的路途中 大家的交谈也在提醒我 我也在思考 前几天我一直没有把这个事 这个琢磨透 那么我们中国 现在 是美在的最大 持有者 那么 美国 无限QE以后 对我们这个最大 债务持有国 会造成 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是不是就又要被 强好羊毛了 那么这两天呢 也搜了一些资料 然后 然后初步的 思考了以后 有那么一点头绪 那么有可能啊 大家这些 我都讲了 潮忙不易潮盾 只是思考 这是一次 这个 极大的机遇 为什么呢 那么 世界经济总体进入到这个危机状态以后 最先爆发的 不管这个QE到什么程度啊 最先爆发的一定是 国际债务 就国家间债务 那么国家间债务最大的 债主 无疑 美国 以及 欧洲 那么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方法呢 债务置换 是吧 今天那个 有个 马小姐 马霞是吧 好像是 也讲到了美元的部分 他也讲到了一个 呃 这个这个 叫机遇啊 他没讲到债务 他讲到机遇 他认为 这个 最后 这个美元的贬值 是必然 但是他提到了一个 跟我同样的这个 呃 观点就是 用人 他讲的是用人民币 去 这个放债给 这个 呃 一带一路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 实实在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手上 国家公布的 国家 债会 呃 这个这个美债 以及 这个 美元储备 加起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啊 应该是在六万来亿 那么被美国人这个 大量的钞票冲击 我们怎么办 这是摆在面前 面前的问题 那么我想 债务危机爆发以后 最先顶不住的 一定是 中等发达 和欠发达国家 比如说 什么 土耳其啊 什么 中 中欧刚 这个 东欧刚好 并过去的一些国家呀 新分裂出来的国家呀 然后 南美的国家呀 非洲的国家呀 那么 这些都是 大量持有 各种 美国债务的国家 八点百 那么 我们 是否可以采取 发债 转债的办法 但这个是 个人的 不是国家的了 这是我纯粹个人的想法 我们把我们手上 持有的美 美债 给这些 到了债务危机 边缘的国家 让他们去还美国 他们 以同样的价值 找到双方恒定的 一种计价方式 然后持有我们 人民币的债务 那么我们要保险啊 然后 就类似于这个 呃 韦瑞伊拉 把他们的小岛 把支换 这个支押给我们 当他们 还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小岛 拿过来 或者是他们的油田 或者是他们矿井 等等 那么 如果 真 能有这种操作的话 我想 美元 美元 美债的这个体系崩溃 那么中国这 几万亿的债 美国债务 国家债务 用 藤龙换鸟的方法 有可能就成为了 美元 美债 被压垮的 那最后 一根 稻草 好了 呃 今天我们就到这 呃 还是那句话啊 仅仅是 瓦片 个人的观点 个人的思考 和大家一起 只是 探讨一种 观察 思考 这个 事物的方法 没有政治立场 也没有 投资建议 谢谢大家 也谢谢这个 初见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